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里便抓痒一样 不由自主的心思也倾向了对方 女人们多半天真 不过 年轻有年轻的资本 好听话谁都喜欢 所以说 会说情话的男人 总是更难获得女人的放心 然而女人再娇艳如花 总是要经受风吹和雨打的 渐渐地经历过感情的洗礼以后 就会发现 男人的情话说得再漂亮 都抵不过 在关键的时候 给予自己的支持与呵护 人到中年的女人 情路上已不再如同少女时那般天真 相比起来 她们更渴望的是一些实际的东西 一份踏实而稳重的爱 说过一个男人 只懂得说我爱你 是很难再符合女人心的 相反 这几句奇貌不扬的话 听在女人的耳朵里 却醉到了心底里 一 你辛苦了 人常说 人到中年不如狗 这话虽然难听 但用在女人的身上却很贴切 因为人到中年的女人 活得真不容易 一方面要经营自己的事业 一方面还要承担着养育孩子 照顾家庭的责任 因为哪一方面都不敢放下 毕竟都是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女人们早已明白 把婚姻当作自己的全部依靠 这个赌注可能太大 而孩子的成长 如果母亲缺少参与 将来后悔意外 所以 中年女人很辛苦 身上的责任和义务 无可推卸 在婚姻中 女人最担心的是 自己的付出不被看见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男人只贡献一颗精子 便想拥有全部的世界 然而 若有男人的支持和理解 女人就会觉得 自己吃再多的苦 也是值得的 别小看一句 你辛苦了 这几个字承载的并没有多少的分量 但听在女人的耳朵里 却比男人说一万句 我爱你 更懂听 因为女人知道 自己所做的一切 男人都尽手眼底 自己的付出被他肯定 而他亦会为了男人的信任和理解 更加心甘情愿的付出 感情讲究的从来都是双方面的 不是一方向前卖出了99步 另一方却始终犹豫着 要不要卖第一步 一个女人在婚姻里所求的 从来没有那么多 只需要男人懂自己便足矣 这世上的女人无论是软弱还是坚强 最终都需要一个人能为自己遮风挡雨 毕竟生活很难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总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坎坷和不尽人意 受了伤 失了神 都想找到一处避风的港湾 用意疗伤 再强制的女人 内心深处也会渴望一份柔情 在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 能有一个宽厚的臂膀 能有一个温暖的怀抱 在等着自己 当女人身陷困境中 最需要的不是男人的甜言蜜语 而是一句踏实的 有我在 不要怕 瞬时就会给她前所未有的力量 因为她知道 在最受伤的时候 一回头就有一份坚定的爱 在支撑着自己 人到中年的女人看上去坚强 但其实不过是伪装 她们的内心比起年轻的时候 更加的脆弱 只不过上有老 下有小 让她们不得不把心事掩藏起来 青春的逝去 对现阶段人生的焦虑 养育孩子的苦恼 还有照顾老人的艰辛 任何一件事情 足以击垮他们 然而 幸运的是 女人的身后 站着对自己感情坚定 始终如一的男人 这永远是支撑她们 努力向前走的动力 再美的情话 都抵不过男人对自己的呵护 再多的我爱你 都抵不过身处困境时 男人的实际行动 中年女人明白 比起来动听的语言 有时候 一句平常的暖心话 更暖人心 三 我相信你 信任永远是夫妻之间感情的基础 人到中年 无论是社会关系 还是家庭关系 只会越来越复杂 有时候 一个行为 一句话 就可能会引起各种纷争 但是女人身边有一个 能够始终给予自己信任的男人 就不会觉得日子有多难 尤其是在家庭发生矛盾的时候 比如婆媳关系出现问题 婆婆难免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不照顾儿媳的感受 以至于引起女人内心失衡 这时候 男人若不问青红皂白 偏信母亲 对女人妄加指责 结果就很容易造成两个人的感情破裂 婚姻产生危机 要知道 婆媳关系处理不善 往往是男人的责任 她不能做到信任妻子 只会把女人推离自己 越来越远 聪明的男人都懂得 安抚好妻子的情绪 让她明白自己的信任 这才是建立和谐家庭的基本条件 一句我相信你 远胜于无数句情话 人到中年再浪漫的爱情 也终究被柴米油盐 成了一地的琐碎 然而并不代表着 中年夫妻之间 已经不再需要爱情了 只不过 中年人的爱情 早已经潜移默化到 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里 婚姻中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一方永远不懂得 另一方的难处 正是这个原因 让多少曾经爱得轰轰烈烈的福气 最终老眼纷飞 但其实 明白了婚姻中女人的需求 想要经营好 也没有那么难 当男人不再吝啬于这些 女人最需要的朴实语言时 做到了能够给对方 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 大多数的婚姻都能够 幸福地走下去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